这里就是迪拜2020四伯的园区 那么整个园区的占地面积约是438公区 我们迪拜政府累计投入了单纯80多亿美元 用于建设园区还有配套的技术课施建设 我身后的这套建筑物就是迪拜管委会 为所有参展国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住所 出发了一张建筑物问的公司 有一约的公司在380多亿元的公司 一点都套 order 你分析中的库备 是我们的绝对立国太盟治疗关系 总是青岭部的国家研究所 由于是特兴的國内部的公司 所以有夥伟中的民主体账 以是大了公司的公司 任何方案的公司 用于建筑物账的每个建筑物账 用了社会建筑物账的公司 和其联系合选择 当中的民主体账的公司 或其它所提供的公司 在公司的公司 这是我们这个四伯村的住宅楼 我们这个四伯村住宅楼的 你看外里面那个玻璃幕墙 这个玻璃呢 全部是由我们这个中国南波集团 提供的高质量节能玻璃 住宅楼的电梯呢 用的是杭州澳洲斯电梯 生产的全部的产品 那么现在阿联酋 在阿联酋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 已经逐步被当地的业主 和设计监理公司的认可 近年来中阿两国元首的互访 进一步加深了中阿两国 在各领域的合作 翻开了中阿企业合作的新篇章 中建中东公司 作为中国建筑 在中东地区的代表 那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深耕阿联酋市场 旅行社会责任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那么获得了很多丰盛的成果 我们从2003年 还仅仅是中云岛别墅上的 一个项目经理部 那么到现在 中建中东公司 已经发展成为 当地的最大的国际产品 从当时Dubai获得了 机会的机会 开启动 2020年 我们认为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前面 我们认为我们 建议了一种重要的挑战 前面 成为一种成果的成果 成果的成果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 一个企业的企业 企业的能力 同時建造手 impeachment的動作 就是用戶狄流行的 甚至面對難度的情況 像全球疫情的疫苗 建造手製的力量 充滿當時建造人家的 似佩駅的市場建築 10敷地區 當時建築物業 建築物業 還有其他培Res 而不是很大的一個很大的操作 和比起最大的操作, 但也有不足以保持一種 更加重在最大的操作 和尚的實習性上的世界上 而是成功的成果 而是造成的成果 而不是成功的成果 以後,不足以取消了 但也曾經在加州 提供了解剧 做成目的成果 在其中一中 但也曾提及 而在解析的成果 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再记得这种路线 在各种途中 迪拜师傅村住宅的项目 在施工高峰期 有超过6000名不通国际的工人 在现场施工 同时有超过400家全世界各地的分贸商 和工程商 为项目提供配套服务 因此它的协调和管理的工作量非常大 二年球夏季有4到5月的时间 气温在40度以上 最高可以达到55度 为了确保工期 项目利用大型冷气扇 对施工座面进行降温 同时利用夜间温度稍低的情况 加班抢工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项目在可持续发展 节水、节能、室内环境质量、废物回收 和行动应运方面 都达到了较高的标准 项目的建筑费用的 垃圾的回收的利用率超过了75% 在安全文明施工方面 项目连续两年 获得了英国安全环境委员会颁发的 安全作业项目奖 世博村住宅项目 能够以高功效、高质量完成 并获得业主和监理的高度赞赏 离不开公司选派的中国工长和中国工人 作为现场使用的主导力量 中文明施工 地白师博会 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协调施工 特别是在2019年12月份 要求七地块三栋房子 提前交工 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不分周二 加班加点 地白的天气很热 我们上班前灌好一符水 被在身上截口 从上班到下班 一直既既在工资 最后圆满完成相貌 二宝兵 我们叫二宝兵 紫营啊,紫营过来,紫营过来 夏末期间,春节我没有回家 想家的时候就跟家人视频联系 除夕的晚上 公司准备了丰盛的林业饭 这些举动让人感觉到温暖 可以完结一些思乡之情 在对付非常热心 在掌揚的工作上 除了其他的工作 在发展中 在工业内的坡方式 表现了 不停得出现 约营 通过小铁 老子 尤其是 其他工业 在工业内 仍然 做了 所熟悉的装修工作 中建中东公司 即将承接新的大型项目 我在回到阿联酋迪拜后 将着手进行项目的 前期准备工作 中建中东公司 作为中建集团 在中东地区的代表 我们将继续发扬 中建集团的工匠精神 将中国建筑优质旅约的 品牌形象 传自阿联酋 沙特 乃至GCC国家 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建筑 为一拜世博会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